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是小丽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在马六甲的一次特别经历。 去年年末,我在这个名为焚射生活馆的地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 这里不仅有美味的咖啡,还提供了一项独特的体验,书法咖啡班。 这不是一堂普通的书法课,而是将传统的毛笔字与咖啡文化相结合。 我们学习如何在咖啡上用毛笔书写,并保持自己清晰,不被液体冲散。 尽管我们是一群中华文化底应不高的海外华人,但我们对学习的热情丝毫不减。 虽然写字时偶尔东倒西歪,但每次完成作业都是满满的成就感。 愿与您一起梦想起飞。 在馆主的指导下,我们将咖啡变成了艺术品。 在新型咖啡拉花上头,我为拿铁涂鸦上小心色,每一笔每一画都充满了爱意。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喜爱。 记得给视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。 每周我都会发布视频带你们探索马来西亚的美食和景点。 感恩有您。 是我最想对一路支持我的您说的话。 是您让我有动力继续经营这个频道,坚持做我所热爱的。 Excellent! 下次你来到马六甲,看看有没有缘分找到焚射生活馆体验一番。 或许你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艺术之旅。 我们下星期见咯。